朋友们好 现在我给大家录一个我在家里做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的一个小的布置 这个是我画的一幅小漫画 关于店家是如何黑客人的 很好玩的一个 现在就带领你们去看我这个小小工作室 因为这是我的第二间卧室 然后我们是用一间卧室就够了 所以第二间卧室就把它开发成我的一个小小的工作间 这个案台上有我教的中文书和字卡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电脑 还有我工作需要的UBS Drive 当然还有一些小的灯啊 灯光是做视频用的 还有一个10英寸的灯 灯后面是我的字形车有点乱 好 这边有个打一机 然后有个电脑包 我的电话 我的老的一台电脑 然后这边其实是有一些小的礼物的 我还没有开包 那开包以后呢会给大家做一个小视频看 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个比较中国化的东西 当当当当 这个是我在国内时候去内蒙古买的酒囊 然后做个纪念 这个是一个中式耳环 超喜欢 中国风的 然后这个是去年中年的时候一个小礼物 然后这一团面扇当然是在北京买的了 而最后就是这幅画三个和尚是我从小就喜欢的卡通 我把它布置在这个小小的工作台 工作间里边 所以我的工作台 从这边看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是窗户了 好 再转过来 我还有我的个人运动的一个小小的地方 所以我每次都会在这边做一个小的运动 运动一下身体 好 那么好吧 就这样了 给大家再看一眼 我们下期视频见